拜登让中俄之间走得更加的接近 不过后续要观察的是 中国大陆现在跟俄国有高度的连结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影响到前段时间签下去的中俄投资协议 当然对于北约欧盟国家 他们心里面最深的一个忧虑 还是来自于俄罗斯 那现在中俄态势这样的延续下去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进一步的影响吗 我们等一下继续聊的之前呢 先看一下中俄的关系 因为俄国在1月份的时候 全国有70个城镇爆发的 抗议是20年来最多的一次 那俄国自己里面不是没有问题 包括他们的经济疫情 还有他们的卢卜的贬值 还有拘捕他们的反对派的领袖等等 俄国有个声音 他们的评论员认为 普丁现在在自己国内的压力大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会用外交或者是军事来分散一些压力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新的国际局势看起来 习近平跟普丁要见面 这个时间不会距离太久 郭一年的看法 对他们见面可以理解了 因为4月 因为政治就是一波接一波 因为4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可能有个表决 那显然就是针对新疆维吾尔 美国在发动 所以最近都在跟欧洲国家示好 美国关系新疆的议题 这回远高于欧盟 欧洲 不管是力道版面 是啦 可是欧洲因为它内部有很多穆斯林 所以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内政的反应 不过不管怎样 普京事实上去年 他在欧洲就公开讲一个话 他说我们要重视两个崛起大国 他讲德国跟中国 故意忽略法国跟英国 那非常明显啦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德国会满关键 就德国的利益事实上跟美国没有那么一致 那他跟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又有点独特 所以未来就是我坦白说啦 事实上中欧投资协定 如果不是梅克尔当主席 也不会那么顺利啦 那既然德国都已经把他弄过去了 那因为欧洲议会有705席嘛 所以四月有很多杂音是必然的啦 因为四月刚好要 任何人权委员会要表决 可是因为大家看的欧洲议会是整年的表决 还有各国要批准嘛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主导性的力量还是经济啦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事实的状况 就是中方跟欧盟之间互有制裁 互有制裁但也都点到为止 其实包括了人员跟机构 没有那么的高阶跟广泛 那回到经济问题 就现在会有杂音 但后面可能还要回到经济现实的问题嘛 刚果然是这个意思 因为欧洲议会本来就有在野联盟 对但我要问的是现在整个拜登主导的西方世界 开始拉起来一个高度就是 他很明确告诉全世界的讯息 我现在就是要把大家拉在一块 那现在也让中俄因此 现在我们看到了外长见面之后 中方跟俄国更走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到欧盟 尤其是北约成员国 对于中方的一个态度的改变 你讲的是政治议题当然 美国英国法国一定会在一起嘛 但政治议题就会影响到最后的经济决策啊 不一定啊 因为那Boris Johnson不就是分裂吗 Boris Johnson不就是 罵完中国这个香港国安法之后 又跑去说我要跟中国做更深的连结 然后他摆皮出来公开写 说中国是最大的经济威胁 结果结论是我要跟中国做更深的贸易连结 所以如果说他对客观的经贸的形式 他觉得这个是不可逆的话 那基本上 他确认你是经济威胁 可是他的结论不一定就是要抵制你 不一定啊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今天好多篇媒体的专章 也在讨论到货瓶想到 中欧的投资协议的前提了 大使你的观察呢 我觉得现在看太早 太早 因为这一次这个主要是新疆的问题 新疆的问题我的观察是 美国下这个武林追杀 这个就是说武林追杀令 他叫他所有小弟一定要跟班 可是新疆其实西方世界国家 并没有提出更多具体的 不管是影片或者是实质内容 都没有 他目标就是刚刚郭文人讲 就是在联合国这个人权会议 现在在日内亚召开 他想通过个决议案 那这个案子 到过去欧美推动 就是对大陆 任何国家的这些人权影响 到4月都是一个高潮 那前面你看2月3月 就一直在铺点 4月如果没有通过 或过了以后 会完了以后 这个议题慢就会 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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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不过其实 现在美国跟大陆也好 跟苏联 跟俄罗斯来讲 美国是最弱的 美国自己国内一团糟 美国现在 川普 拜登又跌了三交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健康也 大家也很担忧 然后这个川普又虎视眈眈 Putin 事实上 Putin他有他非常 不高兴的地方 为什么 Putin他的任期 是2018年的2024 你知道他当选的时候 是76%的支持率 那他的真正的挑战是 共产党的候选人 俄国共产党 得票率只有13% 今天Putin在 在这个俄罗斯 他今天做总统 他合法性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他还得到 大部分老百姓的支持 那么一个反对派 就是纳瓦尼 2月的时候出来闹的时候 美国政府大使馆在那边 公然就在鼓吹 鼓吹一个 他去颠覆的 已经不是一个 美国所谓不民主国家 今天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照样去颠覆 就跟当时去干涉乌克兰一样 那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这样情况之下 拜登还要说川普 他是一个杀手 是一个筷子手 普丁 普丁 他说普丁 是一个筷子手 所以普丁立刻 就把他的驻美大使召回去 然后他说 请普丁 请拜登 出来跟他 视讯上来辩论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 所以人家我听很多人讲说 普丁现在年富力强 风华正茂 我们拜登如果在电视上讲一下 我的国务卿 年华正茂 对啊 他说我的风华正茂 他说我的国务卿 想不晓什么名字 又想不出什么名字 所以他知道 根本拜登不敢接招 所以今天 北约又开始在欧洲做军事演习 所以这些 其实普丁过去 他是德文非常好的一个俄国人 他是非常清西方的一个俄国人 可是在这么多年下来 你看到了40年 他被人家封为一个好 被美国的总统 居然公然对全世界说 他是一个杀手 你想他情何以堪 所以今天这个情况 我觉得你说美国一定站在优势 然后欧洲人会站在哪一点 我刚刚提到那个就是 这个谴责新疆人权的案子 我觉得这里面 德国没有暂时来说话原因 很可能是北溪的问题 北溪二号管的问题 因为美国今天发武林动员令 欧盟是要一定是要共事决的 一个国家反对都不嫌 那这些国家 我觉得都暂时去屈服于美国 利益的交换 可是从某种程度上 这个只是一个口头上 意识形成他的争辩 你那个投资协定 那是扎扎实实的经贸利益 修官得欧洲很多大厂 大的厂商的利益 那是两回事 大使讲这普丁现在是年华正茂 以这个标准来看 风华正茂 三位来宾也都是年轻人 真的是精华岁月 不过那个 刚刚大使好底次提到 现在的中二就有点像是 企业界当中的老二跟老三 联手会对于老大的威胁地位 是非常严重的 其实做很多商学研究 二加三联合对抗一 成功的例子是非常多的 我们回过来看为什么现在 中国之间会让欧盟担忧 因为气候也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气候暖化之后 北边这个北极结冰的时间 越来越短 那航道可以通 北极的利用价值越来越高 除了有能源之外 当然军事活动也是如此 来看的是欧盟 欧盟就提出了一个警告 说现在包括了俄国 包括连中方都加强在北极的一些部署 北极担忧的是气候变迁之后 会酿成一个新冷战的危机意识会增加 黄老师你怎么看 因为北极峰会 刚好就在23号登场 这也是布林肯 为什么要到欧洲的主要原因 那北极当然对的就是恶果了 那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因为气候变了之后 也的确看到很多事情 关系也都在那里改变 新冷战的趋势是 不断地出现在媒体的标题上面 你怎么看 对 其实如果我们讲旧冷战 上个世纪的话 它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要脱钩 也就是说两大集团之间 不管是经贸或军事上面 往来的少 对立的多 那如果我们讲新形态冷战 我们要赋予它另外一个新的定义的话 是可以的 在学术上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 这个包括中俄之间 你说气候暖化 北冰洋出现了一个新的 这种世纪航道 其实大家看到的可能是 如果中俄结盟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新的北冰洋航道 对于到欧洲到美国 都是一个大的威胁 可是你也不能够忽略的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北冰洋的航道 其实是中俄之间的一个很大的疙瘩 中俄之间的疙瘩 中俄之间疙瘩 因为中国在三年前发表北冰洋的白皮书 然后也把这个北冰洋叫做北方的丝绸之路 对 那么所以俄罗斯担心的反而是中国势力 这个往北延伸到影响到俄罗斯 因为在俄罗斯南方来讲 跟中国接洋的西伯利亚有太多 包括人口包括地区贸易的 俄罗斯感觉到备受压力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在经济上面 俄罗斯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的 依赖程度在增加 如果现在再加上战略性 难有这个经济 丝绸之路经济带走陆路的 然后让中国大陆可以对中亚各国 有更大的影响力 现在再走一个北方的北冰洋 其实中国大陆两线并进的话 其实西伯利亚对俄罗斯来讲 确实是一个压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可能会有一种新型的冷战 好像是中俄结盟 另外跟美国和欧洲的对抗 其实除非你把G20打掉嘛 除非你把WTO废掉 现在有太多的连结 即使有逆全球化趋势 但是你要变成两大集团对抗 基本上满困难 满困难的 不过刚刚老师不断提到一点就是 中国之间眼前 因为有企业界的二跟三联合起來 对一的一个概念存在 所以在拜登要向西方世界招手的同时 中国可以抛下过去很多 你刚刚讲的疙瘩这两个字 但是不要忘记像俄国 他们稀土的产量 希望明年能够提升到10%的产能 然后还包括了中国之间 虽然能源有互相的依赖 但是很多不管在边境上面 在其他一些面向上面 也是属于有竞争的关系 不过这一次布林肯到北约 就是希望让北约的盟友能够安心一些 那当中这段时间 布林肯还要跟土耳其的外长 举行一个双面的会谈 他讨论就是4月份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阿富汗和平谈判 因为美国接下来5月1号 他们川普当时候定下的美军 撤出日期都在5月1号 那我想请问一下 先请问一下过缘好了 因为当中有一个 美方设下一个底线 就是土耳其 你必须要撤出俄国制的S-400的飞弹系统 美方才解除对土耳其的相关的制裁 有妥协的空间吗 我觉得美国就是太高估自己了 他去印度也讲同样的话 他去印度也说你S-400不能买 不然我们会抵制 那你如果连印度阿土耳其这种 有点就是 比较接近西方阵营 可是有点自主独立的 这样的国家你都要惹啦 坦白说我就比较偏向黄教授的说法 所以两个集团恐怕没有 事实上在军事政治经济各领域 结盟态势都是不一样 因为各国的关系都不一样 所以政治是最虚的啦 事实上最终还是要看经济落实了什么 军事落实了什么 所以人权这种议题 比如说人权委员会表决那个 那个是最虚的 我们最终还是要看 国际的布局就是军事怎么布局 经济怎么布局 那才是真正的投票 我看外面很多分析啦 就是这一次 布林肯去了北约之后 他也不会讲出任何具体的承诺 5月1号美国2500个美军都撤光了 他也不会这样讲 而且我 他也不会定 我讲的强诡啊 事实上川普是在 美国是全球战略收缩 那希望盟邦能够帮他付点钱嘛 对不对 那拜登是 装大哥嘛 慷慨嘛 他又要 全球又要再恢复 那个扩张 然后盟邦可以少出点钱 那难道你的钱比川普多吗 并没有 并没有 而且你还要做更多事 你还要做更多事 你还要基础建设 还要纾困 还要盖 那个新的海军舰队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搞啊 可是布林肯已经把话讲出去了 那难道怎么样 就跟土耳其闹翻吗 没有啊 我不认为土耳其会听美国的话 那美国就摸摸鼻子吗 土耳其跟印度都有点像 就是他想要在这两边左右逢源 我讲的是美国跟俄罗斯 但是美国话讲那么 底线讲那么清楚 不就给自己找麻烦吗 到时候没有做到 不就给自己脸上挂不住吗 拜登现在的外交的大战略 我真的还看不清楚了 因为他没有那个底气 他现在拼命画底线 可是没有那个底气 但他很有勇气 把话先讲出去 我们继续回来聊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中美 包括了中俄加在一块的情况之下 很多 包括像土耳其 印度 甚至连北韩 都可以去观察一下 他们接下来的做法 因为北韩 有人说现在 其实北韩其实内心是开心的 因为可以 现在美方跟中方 你们自己搞不懂 我这个核武 你们现在应该没有时间 也没有先情意志 可以管得到我 回来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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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